花了四年建造的体育城 这个月底将首次开放给公众使用 除了可以举办国际赛事的全新国家体育场 体育城还建有其他的体育和消闲设施 供国人平时前来使用 而这也是亚洲首个结合体育、娱乐和休闲为一体的建筑 一起随记者庄庆宁直击体育城 抢先一睹它的独特之处 位于体育城中心的新国家体育场 是全球首个可以转换成足球场、田径场和板球场的体育馆 只要48小时 现在这个5万700多个座位的田径场 就能转变成近5万5000个座位的足球场 建筑师在设计时就特别考虑到场地用途的伸缩性 以配合各种活动的需求 我们今天需要这个空间是让来做某某功能的 以后说不定我们这个功能变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 我们在设计体里头呢 我们尽量的能够让它可以多功能化 体育馆也采用自然通风的设计 并在座椅上设置冷却系统 可节省四成的能量 除了是观众观看国际体育比赛的场地 体育城也设有沙滩排球场 游泳池等体育设施 希望吸引公众更活跃的参与运动项目 体育城的设施将从这个月30号起开放给公众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设计划筒